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要坐坐经》台的直播环节 这一节是开市感浪 我是阿K 先和大家继续跟进一下大市的情况 首先是内地股市方面 上证指数微升不足1点 报3241点 深淨城指跌13点 报10960点 会心300跌2点 报3471点 创业板指数跌7点 报2158点 恒指方面跌173点 报22501点 国际指数跌95点 报9570点 这一节的嘉宾请来郭sir 和我们跟进大市的情况 郭sir 你好 先和郭sir讲一讲 人民币的走势 见到人民币受到强美元冲击 继续有得跌 昨晚的离岸格更加跌破4的关口 跌穿6.95 低见6.9502 是不是短期来说 人民币都继续有得跌呢 如果看回整个美元的走势 的确仍然处于一个頑强的声势之中 加上有加息的因素 相反来说 大家看看 九月份 中国的出口以美元单位计算 跌了10% 我相信10月至11月份 都不会特别好 如果说要扶一扶自己出口 人民币的汇价稍微降一降 其实来说是可以加大竞争的优势 也不知道 这一点是其中一个原因 而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刚才我上次提到 全环球的经济 暂时来说 除了不明之外 地缘的政治气候也不稳 旁大的资金流 肯定是四散以走去避险区 这个不用说一定是美元区 所以造就了美元的强势 仍然持续 相反来说 人民币的汇价 在几方面的看法 仍然有一个下限的势头 我自己觉得短期来说 真的有少少是挡不住 因为第一 人民币的汇价对港元已经去到 曾经九算 这是很多年来未见过 但如果我看回头 十几年前如果我没有记错 人民币对港元是106左右 经过一轮的上升之后 对港元曾经去到850或860 即是说 但期间人民币的升值是很明显的 在一段时期之内 持有人民币相关的资产 是赢了区对局方面的优势之外 还可以享受高息 当然一事无两 但现在事已势易 我自己看 在有助出口的情况之下 人民币汇价始终仍然有一个下限的势头 即是说短期来说 不要说中期 不要说太远 暂时对美元来说 这个势头仍然还是跌的 还是贬的 因为港元和美元有联系汇率 变成人民币贬值 相对来说 港元也是有一个升值的势头 现在这分钟暂时看不到 有太大的方向的转变 谢谢郭才 看完人民币 继续和郭才看看内地的股市 昨天来说 内地股市是先升后跌 结束了两年升 上证指数昨天更加早段 是升到超过10个月以来的高位 去到3262点 虽然去到后来都要到跌收市 但今天回来 刚才都曾经是轻轻地靠稳 上证站稳在3200点的水平 还有没有空间向上突破 我想少少的反复不是太大问题 因为自从上证升破了 今年8月16日的位置 3140点之后 已经进入了一个小型升浪的格局 近日来说 在高台上10点、8点的反复不重要 只要不跌穿3140点 会继续向上找更加高的指数 事实上 A股的上升是有多方面的因素 包括大家知道 过去一段时间 深圳的房价是升了50-70% 所以中央便是限购 即是内地的楼价 现在受到亏限 但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已经有房子 你想买都不让你买 限购 所以拿着庞大的现金或资金的内地人士 当然是希望作一个投资 境外买一些有投资成份的保单 他又不允许 买房子又不允许 那你怎样走呢 如果你放在银行 收了那么多息 面对人民币贬值 其实也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没有钱买房子又要怨政府 有钱的一样会怨 但如果A股能够有一个稳步上升的势头 我想多多少少都可以舒缓这方面的怨气和压力 再说 去年的市价下跌 国家队大股东 他们都曾经是力托的 第一浸由3,373点托到4,184点 第二浸由2,850点托到3,684点 但现在这一分钟 很大部份的货价价被捆绑 如果只能够做好一点 有部份的货价可以松开 其实整个金融市场都可以有个转流 我自己看政策面来说 应该会继续付出股市方面的发展 好 看完内地的股市 和郭Sir继续讲讲港股的情况 见到美股虽然旅创新高 但是港股昨天先高后低 今天回到来更加要低开101点 现在暂时港股都跌至140点 接下来港股短期是否要整股一下 港股到昨天为止 连续两天收到10天平均移动市之上 即是整个技术上向下不断找低位的形态 已经初步舒缓了 其实昨天日中的高位曾经见过22,804点 在这一刻恒指更加进一步 是从越了100和20天线 但末段始终到最后有少少洩气 到跌2点 今天更加不用说了 又再进一步跌至22,500多点水平 但仍然稳守10天线流上 即是一日始终走在10天线流上 大家不需要担心市场 会进一步向下找更低的指数 况且在很多分行港座我提到一点 今年全年低位是2月12日18,278 高位是9月9日24,364 即是今年股市已经升了6,086点 其实这个波幅不算小 应该可以满足整年的要求 之后由9月9日高位跌至11月9日低位 21,957指数跌回2,407点 即是指数升了6,086点后跌回39.5% 其实是一个很正常也很健康的中期调整 大方向我看都不会改变 只不过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消息提振 包括一路拿着货等深港通 等等等等 谁不知一只黑天鹅飞来 即是美国总统大选 令到港股单日跌了1,091点 很多上升梦都全部震碎了 有不少人迫着下车 现在这一分钟就算断定也好 说深港通再来也好 我想都很难研点那股痴热的一个心态 11月份剩下交易天 继续今天做内只有5天 太大的驚喜应该看不到 但我觉得今个月的低位 技术上应该都见了 剩下来的时间 可能的指数会是反复在10,20,100天线的期间 任何的升破突破只不过是反复代变 好 谢谢郭Sir 最后再和大家看看蓝筹股的最新造假 回控偏短步61.3 中移动偏远步83.8 建刊跌1.5% 公刊跌幅超过1% 中刊偏远跌幅0.5% 港交所跌6.203元 国寿星1.21.5% 有邦跌1.5% 47.1 腾讯跌1.3.193元 金沙中国靠稳步38.1.5 长和偏远步95.5元 新鲜基地产偏远步101.6 九龙仓跌2.54元 中国海外跌1.22.35 挖远之地偏远步18.96 海有跌1.10.06 中石油跌1.5.31 中石化偏远步5.42 坤利能源偏远步5.7元 中国甚华偏远步16.2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郭sir做回申报 刚才提及过的股份或者指数相关资产 你有持有吗? 是没有的 谢谢你非常详尽的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会吧